我是非常推荐你收藏这三本书回家 就是 这是我人生至爱了 嗨大家好我是艾比 今天终于回到爱读书单系列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过去读的三本书 对我来说我蛮重要 算是改变我的人生 就是影响我怎么思考的三本蛮重要的读物 那今天这集终于有干爹赞助了 让我们感谢喜马拉雅 其实会跟喜马拉雅国际版合作蛮巧的 因为我七八月的时候回马祖工作 然后我带了一本实体书 殊不知我三天就看完了 可是我在马祖要大概一个月 我就觉得天哪超惊慌 然后那时候收到他们的合作邀约 然后以试用才发现 他们的有声书竟然是完整版 因为我自己的阅读习惯 是非常喜欢从头读到尾的人 就是我觉得那样比较能读懂作者的个性 或是读懂作者真的想要表达理念 所以这个APP里面它有完整版的有声书内容 当然也有精读版本 然后更重要的是它有跟创作者合作 然后开发一些蛮专属的Podcast节目 然后以内容来说 我觉得都是蛮实听好用的 所以才想说 好 那我就接受干爹的赞助 而且他们就是人超好 他们都是提供给我的粉丝 就是30天免费会员的体验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现在就可以点下方的资讯栏 然后输入折扣码ivy30 你就可以享有30天免费会员资格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我这次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三本书 可是我现在手边没有实体书 因为我通常自己非常喜欢 觉得很好读的书 我都会直接推荐给朋友 然后直接把书借给他们 所以目前这三本都外出流浪了 然后这次要整理影片的时候 我就去APP里面找 然后这三本在APP里面都有有声书 我就重新听了一遍 然后顺了一下逻辑 整理了想要分享给大家内容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本想要分享 是年纪比我还老的书 它叫做 与成功有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本书其实1989年就出版了 算是一直以来都蛮夯的读物 你在很多商管话题中会讨论到它 甚至在外商的leadership的培训课程中 也会叫你读这本书 我觉得它是比较让你练习 从由内而外的去思考 就是从个人成长到团队的组织 和领导管理等等的内容 然后我特别想要分享 就是我那时候在有声书APP在复习这个的时候 我发现它里面的精读版逻辑顺得超好 我大概花了20分钟还写了笔记 你们看 然后就是把整个逻辑重新顺了一遍 所以我也会顺着这逻辑跟大家做以下的分享 那作者一开始就有提到说 他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从一开始的依赖性到中间你要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性 然后最后你一定要跟人相处 所以你会有互相依赖性 那在这三个阶段中你又要培养七个习惯 让你可以在每一个阶段都达到全面成功的一些准则或是信念 那我们就来开始讲一下这七个习惯 一开始从依赖性到独立性 第一个习惯就是培养主动积极的心态 那主动积极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有选择权的 是不是跟我之前拍的影片非常非常的类似 其实书中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 他说除非你愿意否则没有人能伤害你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蛮重要 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有选择权 你会做出非常多相对应去改变的行动 可是相反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选择权 其实你就会一直觉得命运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停滞在那边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要多培养主动积极的心态 那第二个习惯是以终为始 就是你要先设立一个终点 你才会知道这个路途要怎么开始怎么前进 那第三个习惯就是要事第一 这句话非常白话文 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个 可是怎么样去评断优先顺序 他就有提到非常基本的四项线 就是重要跟紧急的程度 通常我们会觉得很劳心劳累 都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又重要又紧急的那种危机时刻 或是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会处理不重要可是紧急 或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 通常不重要又不紧急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逃避现实 所以才会在那边滑手机追剧等等 那他就有提到我们应该要多花时间在那些重要 可是不紧急的事情上 比如说去发现我们自我原则是什么 或是我们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 或是我们去设定长远的目标 当我们在做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都是在帮助我们避免去处理重要又紧急的危机时刻 所以我觉得这四项线就是帮助你更好去评断 你要优先处理什么样的准则 那第二个是从独立到互相依赖的阶段里面 也有三个蛮重要的习惯 第一个就是培养双赢思维 就我们常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用竞争的心态 就是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拼得你死我活 而是想办法让两个人都有赢的局面 才是一个好的相处 那第二个习惯是知彼解禁 就是更了解别人跟更认识自己 书中里面提到一个很可爱的概念 就是他就说 有一个病人他眼睛不太舒服 他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把他身上的眼镜脱下来 给病人说 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用的眼镜 给你一定也很适合你 然后病人就觉得很问好 通常我们听到这边也觉得超问好 就是医生在干嘛 可是我们自己常常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别人的话都还没有讲完 我们都还不了解别人的状况 我们就直接带有自己的成见 去评断别人的事情 那他就不是一个知彼皆知的做法 你应该是不能妄下定论 然后真正的去陈述别人的感受跟事实 然后才能真正的去了解别人 这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同理性 我觉得同理性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第三个习惯是综合同效 它其实是建立在双赢思维的概念上 我觉得比较好理解是 比如说你今天跟立英伴要一起出去玩 可是你临时收到一个工作的约 那这时候你们两个人要怎么选择 比如说可能有人会说 那你就去工作吧 我们这次的旅行就取消 就他舍弃了自己的权益 或是不然我不要工作好了 就是也是委屈求全概念 那综合同效就是 你应该是分析状况 然后尊重彼此的差异 而不是去跟别人争执说 你为什么休假还要工作 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 而是就现有的状况去尊重彼此的差异 然后去用一些创意 思考出怎么样的解决办法 比如说好我们一样去旅行 可是中间空一个小时给我工作 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你知道用双赢的思维去解决 你们后来发生的实际状况 是比较好的方式 那第七个习惯叫做不断更新 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在前面六个习惯里面 那不断更新的意思就是 你要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不管是身体的健康 或是多认识一些音乐大自然 就是多接触不同的文化 然后甚至是提升自己的智力 就是多看书多阅读多散课 那以上七个习惯 不管你是在人生中哪个阶段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些转折跟方法 然后非常推荐给大家去认识这本书 那第二本叫六顶思考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 天哪这个人怎么想法这么厉害 或是你看到这个团队在争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想说他们就是在发泄情绪啊 他们根本没有针对问题点去提出解决办法啊 六顶思考帽它就有点是让你练习去 转换不同的思维模式 然后每次就用一个观点去思考 然后也帮助你练习判断 别人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思考帽 在跟你表达事情 甚至是他希望得到你的回应 那个回应是理性的解决办法 还是他只是想要获得一个情感的认同 那我来简单介绍 这六顶思考帽的颜色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白色思考帽是中性的颜色 它代表了中立跟客观 代表在思考过程中 你要去搜集证据数字讯息等等 中立客观的事实与数据 那红色思考帽是温暖热情的颜色 它代表了直觉跟情感 所以代表在思考过程中 你可以无止境的去分享你的情感 你的感觉 你的印象直觉等等 黄色思考帽是阳光乐观的颜色 它代表了积极跟正面 所以在思考过程中 你要尽量去提出乐观正面 有建设性的想法或是行动 你不能就是一昧的打枪别人 就如果大家这时候都是戴上黄色思考帽 你绝对不能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行 那它就是违背了黄色思考帽 黑色思考帽是逻辑跟负面的颜色 代表了谨慎跟负面 所以你在整个思考过程中 你要一直去思考 这个事实跟证据是不是相符合的 然后并且去思考整件事情 它的潜在风险性或是它的困难处 所以就是比较负面的去列出 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点 绿色思考帽是活跃的颜色 代表了创意跟巧思 所以在这个思考过程 你戴上绿色思考帽 你可以不断的去探索新的创意 然后提出很多样化的想法 跟行动去分享给大家 然后去刺激大家的创意 然后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蓝色思考帽是冷静的颜色 代表指挥控制 所以这代表你在思考过程中 你要去思考每一个步骤 是不是符合程序 然后或是有没有符合大家 一开始提出来的需求 甚至是就是决策过程或是总结来说 是不是都是合理的 就是冷静的去思考理性的去分析 这件事是不是ok的 我觉得六顶思考帽就是代表六种思考模式 然后每次戴上一顶安全帽 你就是只 不是安全帽 就是戴上一个思考帽 你就是只能用那个观点去想事情 然后这样子去慢慢摸索之后 你会发现你在看一件事情时 你用六种面向去思考完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分析 然后也可以去训练自己 拥有更好的思维模式 那时候我大学一看完 我就马上分享给我团队里面的人 说大家都看一下这本书 这样子我们之后开会我就会说 我们现在戴上白色思考帽 我们现在戴上黄色思考帽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个思考训练的思考帽逻辑 大家可以在有声书里面 它其实已经帮大家分类好 就是蓝色思考帽可能20分钟 白色20分钟 你可以去听你有兴趣的思考帽 或是你觉得自己比较需要训练的思维模式 你就去点选那个然后去听 我觉得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本书 那最后一本是我看到哭的书 它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 我其实觉得大学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非常多不同的人事物 而且大学会花24小时的时间跟自己相处 你会花很多时间怀疑自己的思考 或是自己的价值 然后你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认识自己 那时候会遇到这本书其实蛮意外 那时候我只是看到它的隐言 然后就一个冲动买了 那时候它的隐言写说 那时候我看完隐言就觉得 天哪这不就是在说我吗 然后就一个冲动买了 然后我就在家里看在公车上看 然后我永远记得我这本书是在公车上看完 然后我看到哭 就是我看完最后一夜我就觉得 天哪好像在看医生就是 终于有人懂我心里面在想什么 或是原来这世界上有其他人跟我是一样的 那我来分享一下这本读物的内容 其实这本书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写的书 然后他自己就是一个高敏感人格 所以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以及他自己就是看过的一些病例 然后他甚至做了一个敏感的自我检测表 我到时候找一下连结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点选做做看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很喜欢的原因是 他不仅仅只是分析高敏感遇到哪些状况 然后会觉得很敏感 他甚至提了持久这种方法告诉你 你怎么样就是处理那些情绪 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怎么样就有不同的活动去放松自己的焦虑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也非常的影响我 然后我真的太喜欢这本书 可是你知道内容有限 我就是简略的分享四个 我觉得最有感触的四句话 第一句 事前预测所有隐含失败的可能性 仔细确认自己的一切行动 看看是否有任何地方可能出错遭致非议 只要一想到自己遭受预期之外的批判 内心该有多么痛处时 但还不如现在就自虐一点比较好 我其实自己就是那种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会去思考最坏的结果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确保我能接受最坏的结果 我才可以开始行动 然后以前别人都会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啊 可是我其实觉得没有办法 然后看完这本书就觉得我们这样其实真的没有不好 反而至少现在先思考好就是那种很痛苦的时间 比我真的发生不好的结果来得好吧 第二句是疲倦是悲伤变形下的产物 心情沉重忧郁 真正需要的不是睡觉 而是去创造成功的体验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关系 总之就是先从小事开始做做看 就像是走路 我那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说 就是我 我超级喜欢走路 尤其在状况非常非常不好 或是跟另一半吵架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出门走路 而且在走路的过程中 我就会思考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走路啊 然后才想到是因为 很长时候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是当你真的走路从A点走到B点 你就会觉得 连这个距离我都走得到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好激励自己的一个小方式 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烦躁 你就是出门走路 第三句是 慎怒之下的高敏感族 会发现自己不只是待在自己情绪点上 他们敏锐到连对方的情绪都感受到了 因此如果他们知道对方是因为自己而受伤 就无法对别人受到的苦痛做事不管 最后终究伤了自己 这个伤痛太过激烈 甚至结合了罪恶感与羞耻心等复杂的情绪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 如果硬要跟别人吵架我就会不想说 可是我真的很在乎别人的情绪 尤其那些人如果是我在乎的人 我真的超级害怕 就是我今天小嫂的一句话 就会造成他永远没有办法恢复的伤口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就怎么办 就是你的情绪还是要有一个管道去抒发 可是又不想要对着在乎的人吼的时候 我后来自己处理的方式是 我会先让自己冷静个一两天 然后之后用比较 没那么直接的方法 比如说写文字 传讯息去告诉别人 我真正的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跟免吵架 除非那个人我真的不在乎 我才会那么情绪性的去跟他争论 或是那么情绪性的去发言 但如果是在乎的人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会很怕自己已经很难过了 然后想到他们也会那么难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不行这样子对别人 最后一句 请记得就算可以疗愈 童年时匮乏的爱也能由你自己来弥补 如果能做到这些 你已经具备了接受他人的爱的最佳条件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这句话觉得非常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从小到大 跟家人的相处是一百分之美好 没有任何伤口的 我觉得不管是家人跟朋友多少都会有一点摩擦 但我自己其实从国中到高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口 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多努力 念书都完全没有用 因为我的选择权都是在父母手上 我没有办法真的为自己去选什么 然后那时候也就是不想要念书 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一直到长大之后 才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吧 然后去思考到 其实父母真的不是天生就会当父母 没有人当了父母 就会突然拥有百分之百会沟通的能力 所以当者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样跟小朋友沟通 然后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阐述自己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就会让小朋友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从你嘴巴讲出来 我就一定要这样做 你又没有说服我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选择 反正长大之后就觉得 其实很多人的个性就是一直都是在慢慢的学习跟成长 不管是我或是爸爸妈妈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没必要为了旧有的伤口 把自己活得跟刺味一样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就是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伤口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 而不只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只是怪罪在别人身上 总结来说我那时候看完这本书 我真的是有一种更了解自己的感觉 我已经很了解自己了 但还是会有那种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想 不是那样想 然后甚至是会让我更接受我自己最真实的状态 但是这次要重新分享 就是从听了有声处之后 我觉得我这几年改变了非常非常多 我已经不像之前一样 那么容易感受到焦虑 或是那么容易觉得 在别人的情绪之间感到非常非常痛苦 然后想要逃避等等 换句话来说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更了解了自己 所以更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然后少掉很多一直自责的状况 或是就是真的接受我就是很容易很敏感 然后学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情绪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 会遇见它的书 然后也真的在我的人生帮助我成长很多 就是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性格 然后练习跟最真实的自己相处 真的是一件非常让我活得更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三本就是对我来说 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读物 然后也一直都很想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想要先听听看免费版本的话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国际版的APP里面 去搜寻这三本的有生书 有完整版也有讲解版 然后你可以听完之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去买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我是非常推荐你收藏这三本书回家 就是 这是我人生至爱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然后再次感谢喜马拉雅的赞助 然后我想要分享 我特别想要合作这个APP的两个推荐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生书的APP 攜带起来一定是比实体书方便很多 不管是在旅行或是出差 甚至是你在通勤的10分钟20分钟 都可以去听有生书去消化那个时间 然后我自己的使用场景通常是做家事 然后通勤或是短旅行的时候我就会听书 第二个推荐原因应该也是大家蛮好奇 就是它的年费到底是多少 它年费其实是1830块 你除以12大概每个月是150元左右 还不到一本书的价格 所以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每个月其实都会买至少一本书 所以如果我用同样的钱去投资在APP上面 我其实买一本书的价钱 在APP里面可以听四五本的有生书 所以算是蛮好的投资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近的买书小技巧 就是我会在APP里面先听那本书 我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才会去实体书 把书买回来 我觉得它是避免踩雷 不然有时候买实体书真的是超气的 就是有时候就是看前面三分之一 觉得喔还不错还不错 就三分之后完全烂尾 然后就觉得气死了都已经买回来 然后还占书柜空间 所以我最近的买书小技巧就是 如果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读物 我可能就在里面先听一下 喔真的很喜欢 然后就会去实体店面买 所以才会想说那跟他们合作 然后也提供给大家30天的免费会员折扣 那我在这边直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 因为它在注册过程中 其实要填入信用卡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 它其实第一个月完全不会收费 所以你在这30天免费试听过程中 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喜欢 你是可以直接退订员 它完全不会收费 大家不用担心 那我顺便跟大家推荐一下我近期很喜欢的两个节目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这个APP 又不知道要听什么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两个 第一个是你从搜寻点进去之后 左边的书柜清单 你拉到好书精读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高效能人士必读的 五本成长经典开始听 里面其中一本就是我刚刚第一本推荐的 与成功有约 然后第二个想推荐的是 里面的英文专去你点进去 里面有一个叫做 其实你不必那么累 时间精力管理实用法则 算它是英文版内容 可是它其实每一集底下都有逐字稿 你可以直接参考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这个节目我特别想推荐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超级实用技巧型的 告诉你怎么样守护自己的时间 怎么样拒绝别人 然后say no 然后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经历 我觉得都是一个蛮 就是听完会觉得可以操作的那些技巧 然后如果你除了中文版 你就贪心还想要听更多英文内容 我发现你可以直接从账号的 语言设定那边去点选 挑成英文 然后你再回到主页面 你就会发现全部都会换成全英文的内容 你就可以多听不同的 你知道多语言的读物内容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会再把30天免费会员的折扣码 放在底下资讯栏 也欢迎大家多多使用折扣码 你知道算是对于本频道的小小支持 毕竟难得有品牌端来赞助我 总是要让他们看到我的成效是好的 是值得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爱读书单的推荐 也可以分享给那些你爱阅读的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这三本书真的很好看好吗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